好,那我们现在看看恩二与会的题目 恩二与会第一题 今年の正月は久しぶりにその什么したい 归神 归神的意思是什么 它就是回老家的意思 那答案是怎么样呢 念法 有可能 你会想到 这个念法 是什么什么秀 但是呢 它有一个陷阱 其实答案是这个 有的时候 这个念法是 反省怎么念 是不是 但是呢 有一些地名 什么什么神的话 所以 看用在什么单字上 念法不一样 不是单纯 音读顺读那种的关系 那这个可以理解一下 然后用寄生的单字 用在哪里呢 当然是单纯的回老家 就是寄生する 那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回老家呢 就是八月のお盆 中元节那一带的时候 还有嘛 正月 就这样子吧 所以 这个时候 新闻会报道说 哇 就是回老家的 造成的高速公路阻塞 阻塞 这个很严重之类的 新闻报道 所以 这个会说 寄生ラッシュ 寄生ラッシュ ラッシュ就是拥挤 或是塞车的意思 好 那再来 年配の方と話すときは 敬語を使おう 年配年配 这个词的念法是怎么样呢 年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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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杯 其实 对大家来讲 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比较熟悉呀 年配 年配就是年长者的意思 所谓老年人的表达方式 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 年配の方 年长者 那种说法 战备 其实 我们会想到的是 老人 老人 可是老人 这个有一点 听起来不是那么的 优雅的感觉 あの老人 那感觉有一点不礼貌 那至少你要加个 五老人 五老人比较礼貌一点 还有嘛 高齢者 高齢长者的意思 所以在新闻报道那些的话 高齢者 其实也会常用到 一般生活用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 说年配の方 年配 这个词 好 再来 所以看这个汉字 大概可以猜到 大家有优势哦 看懂汉字 所以答案就是 就是热闹起来了 吵起来了 那种意思 所以 就是人很多 或者是 有一些机器 或是虫啊 鸟啊 那些一直叫的那种感觉 好 那其他选项怎么样呢 静かになった 便安静嘛 再来 薄暗くなった 薄暗くなった 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晚上的话呢 完全 暗くなった 对吗 但是薄暗くなった 就是稍微 傍晚一点 黄昏的那种 一半 变暗的感觉 但是还有一点一点亮度的 那种感觉就是薄暗くなった 还有嘛 夜间 晚上 这一条街头 是只有一两颗路灯的感觉 就是 很暗 但是一点一点亮的感觉 也可以说 薄暗 薄暗 好 再来 寒くなった 便冷 就这样吧 好 再来 下一题 空 空 空 这个是 什么が用法呢 喉が渇いたので 冷蔵庫の中から 牛乳を汲んできて飲んだ 畑の中から 一本の大きな大根を汲んできた 水道のなかった時代は 井戸で汲んだ水を 生活に使っていたようだ 彼らは毎日公園を散歩しながら ゴミを汲むボランティアをしている 中文也有这个词嘛 就是 引出来的意思 那 引出来的 东西是什么呢 对象是什么呢 通常是水 这个 空 就是 跟水有关系 因此 答案就是 三選项 水道のなかった時代は 井戸で汲んだ水を 生活に使っていた 井戸で汲んだ水 在水井 那个 引出来的 水 的意思 那 其他選项用什么用词 比较适当呢 冷蔵庫の中から 牛乳を 汲んできて 冷蔵庫の中から 牛乳を汲む 挖出来吗 这个有点不对 他只是简单的拿出来 所以呢 出してきて 取り出してきて 那些用词 比较自然一点 那再来 畑の中から 一本の大きな大根を 吹 它是 埋在土里的东西 所以呢 吹 引っこ抜いてきた 吹 有这样的用词 有听过吗 引っこ抜く 就是 拉 然后 出来的意思 它比较口语一点 比较真实一点是 引き抜く 引き抜く 还有嘛 四 ゴミを汲む ゴミを汲む 这个也不对 ゴミ是用捡起来的 所以呢 ゴミを 拾う ボランティア ゴミを拾う 就可以了 好 下一题 来週の練習時代は 什么什么 自助により 中心になった 在N2里面 有这种的 题目 会常出现 就是 自助事情的 前面 到底要加 哪个 一个单字 一个字 比较适合呢 买自助 手自助 全自助 收自助 这些都是表示 很多 付出的量 的东西 那答案就是这个 手自助 这个 收 它的 另外一个念法 就是 モロ 那谍字变成 モロモロ モロモロ就是 各样的理由 各样的因素 的意思 所以呢 手自助 就是 因为有一些因素 而暂停了 的意思 好 那 迈就是 每一个怎么样 全就是 全部的怎么样 收 就是 总共怎么样 我们举例 例如 迈的话呢 每日 每一天 每年 每年 全的话呢 例如说 全部 全部 还有吗 全クラス 学校 全クラス的话 全班的意思 那 收的话呢 都是感到 描述 总数量的东西 例如 缩四 总数 缩六 总数量 总量 那种的用词 比较常用到吧 好 那以上就是 N2 与会的题目 座 沙沙 感谢观看